解锁了小马鼠 换装贴纸的新玩法 做了两本口袋故事书 快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八点钟的闹钟刚响 马鼠妹妹就摘掉眼罩醒了过来 她摸起床边的手机 看了一下日期 今天是带猫猫检查的日子 赶紧起床穿上拖鞋 来到洗手间 先洗个头发 然后 找出吹风机快速吹干 再简单铺个粉底 画个眼影 眉毛瞄一瞄 去衣帽间 开始挑选衣服 她的衣服好多啊 看看今天穿哪套出门呢 黄色这套 看上去好乖 再试试粉色的 这一套还有一顶帽子 看上去像去露营 再紫色这套 正好和猫猫同色呢 那就选她了 马鼠妹妹带上猫猫出门 没错 他们要来市里最大的这家 稍拨宠物医院 还是头次见宠物救护车 马鼠妹妹从大门进来 来的时间有点早 就坐沙发休息一会儿 看上去来治疗的宠物很多 这时候护士小姐姐 喊到了马鼠妹妹的名字 小马鼠你预约的院长号 带好片子就可以进去了 马鼠妹妹来到诊疗室 没想到院长本人 这么运气 还很帅气 院长小哥哥拿过片子 放到头影上 发现猫猫骨折了 赶紧放到诊疗床上 先退个体温 有点发烧 需要先退烧 猫猫要做住院 进一步之聊 那咱今天的故事 到此结束喽 拜拜了各位